美国壮汉菲尔巴罗尼在中国全台嚣张 当着所有人的面竟然强吻中国的举牌女郎 甚至一把抱起名鱼转一身就走 坚持不尊重到极点 这个家伙个性嚣张在美国全台就臭名昭著 是个人尽皆知的罪犯 让女性工作人员给他按摩陪着他去酒吧 在他的眼里这些都不过是家常便饭 这个人还要来中国打比赛 甚至看不起咱们的中国小伙王赛甚至放话 UFC初代中量级世界冠军 大夫曼奈他只用18秒就KO了 王赛能撑多久 10秒算我给他面子 这家伙不打他就不是男人 王赛对于巴罗尼的所作所为十分不屑 身为煽动人 他要让巴罗尼知道什么话不能说 我代表中国 代表所有喜爱格斗的人 我一定要站在这擂台上 让大家见证到中国人很强 王赛说这句话是因为他有这个实力 他不仅仅是国内MMA的领阵人物 拿了一条又一条金腰带 MMA世界锦标赛冠军 昆仁爵MMA中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 WCK泰拳洲际金腰带 而且还多次飞往国外参加比赛 击败了许多外国选手 而实力强悍却毫无品德的巴罗尼 王赛能KO得了他吗 喜欢的话长安点赞 王赛憋得火 一上来就丝毫不留情面 直接和巴罗尼对拼在一起 巴罗尼扬长臂短 一个爆摔 直接把王赛定到笼子边 崩溃是在美国拳坛制把过的男人 巴罗尼一个用力 就把王赛爆摔倒下 两个人就此展开地面缠斗 住手 中文字幕延优独播放 然后在一阵缠斗中 巴罗尼死死用出全力 王赛的地面水平面 可是一场场比赛里奋力厮杀出来的呀 怎么感兴趣呢 出售饭 喜见 息宝贝 息宝贝 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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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巴罗尼强大无比的地面压制的确难以反击 但是王赛接下来的动作给了大家信息 之前王赛一招金蝉脱鞘 直接摆脱了巴罗尼的压制 其身后王赛怒了 不想打可以投降 一直搞地面是什么意思 直接把巴罗尼逼到龙边 在巴罗尼绝望的眼神中 一拳拳的重击砸下 王赛更是拿出绝招西挺 一下又一下 看不出来想要停歇的想法 轴机顶锡顶锡 这一顿套餐打着巴罗尼够枪 直接被打趴在地 王赛直接追着打 还以为倒地叫他逃脱 没想到王赛打得更猛了 压着这个美国人呐 那拳头就像是打一击 一顿乱砸 你是龙是虎 来了中国还不好好待着 就让中国人来浇米做人 打巴罗尼王赛根本浮得到泪啊 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气 王赛最后拿背绞杀 双手狠狠勒住 只是用三秒 就让美国选手拍手投降 这就是中国男人的实力 大家觉得节气吗 准备 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且勒离谋杀指控 恶人到哪里都是恶人 谢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